仔细看这张照片 这是2014年耐克篮球峰会国际队球员合影 13号约基奇和4号穆雷是绝金队的双合 本赛季带领绝金队打进总决赛 15号唐斯是森林郎的核心 14号卡佩拉是NBA著名吃饼大师 5号穆迪埃8号英格里斯 11号米哈伊柳克12号莱尔斯 多位球员都成功打进NBA 最可惜的是左下角身穿7号球衣的高尚 不仅没有像这些队友一样打进NBA 而且在CBA也没有打出名堂 如今更是无法在CBA立足 只能转型当篮球教练 1994年高尚出生在河南郑州 他从小身高出众 运动能力特别出色 出众时进入河南省体校 后来转到广东尾轮体校获得更多机会 他被广东红远队看中 13岁时升入红远二队 年仅14岁就参加CBA季前赛 面对比自己大好多的职业球员面无惧色 在关键战役得到13分7个篮板 帮助红远队拿到季军 15岁时他入选优18国清队 在四国邀请赛中 场均砍下22.3分 此时高尚已经成为篮球圈内的天才少年 让他破圈真正被大众熟知的 是2012年在深圳举办的国际青年南篮四国赛 高尚展现了出色的得分能力 还有大心脏属性 越到关键时刻越厉害 他在对阵立陶宛时砍下44分 第四截读的27分 在对阵澳大利亚时砍下35分 第四截读的19分 还在最后一场比赛命中绝杀球 帮助中国队2分险胜韩国队 一年后高尚入选优19国清队 队内有周琦 王哲林和赵继伟等人 但高尚是绝对的核心 他场均砍下18.8分 5.8个篮板 2.8次助攻 是中国队场均得分最高的球员 这样的球员怎能让人不期待 他在CBA的表现呢 2012-2013赛季 高尚正式升入广东宏远一队 但在人才济济的广东队 高尚获得的机会并不多 虽然每个赛季都在进步 但是达不到球队的预期 第四个赛季他被提上首发 场均只得到7.6分 3.3个篮板 三分球命中率只有28.3% 进攻端表现一般 防守端却屡屡出现问题 到了第五个赛季依旧没有明显改善 最终被广东队抛弃 他加盟青岛队后打出最好的一个赛季 场均得到10.3分 4.3个篮板 这是他CBA生涯唯一一个得分上双的赛季 本以为23岁的他能在青岛打出名堂 追上曾被寄予厚望的自己时 他却和管理层闹矛盾被血藏 之后短暂加盟上海队场均只有1.8分 加盟北控队时没有获得上场机会 赛季结束后27岁的他无球可打 只能到处打野球为生 后来去苏伟开的篮球训练营当教练 当初在耐克峰会的队友 都已成为各自国家的球星 而国庆队的多位队友 比如周琪 王哲林 赵季伟等人 都成为国内一线球星 今年才29岁的高尚已经泯然重人 实在是令人惋惜 10以后 好